我跟我老婆三周年结婚纪念日那天 我给老婆讲了一个冷笑话 我老婆没有笑 床底下却传出了个男人的笑声 我跟我老婆曹倩是在马会俱乐部认识的 我是马会的马术教练 曹倩那时候跟他老板一起陪客户来玩 刚好是我带着他在马场里转眼 当我看到曹倩的第一眼 我就被他深深吸引了 他一身白色紧身衣 风润的臀肩挤压在马背上 形成了一道完美的弧线 我牵着马在前面走 曹倩的身子跟着上下晃动 让我忍不住瞥上几眼 师父 好看吗 我偷瞄他被发现了 但是曹倩并没有动怒 反而大方帝笑着问我 好 好看 你这身材 简直就是骑马的好手 我脸色一红 随即就立马夸赞了他一句 曹倩无嘴笑了起来 师父 你嘴真甜 我被他的笑容给迷住了 我在马会俱乐部也好几年了 不是没有带过漂亮的女人骑马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我就是被曹倩的模样给迷住了 可能这就是人们口中的一见钟情 你想不想骑马 我忽然问了曹倩一嘴 曹倩诧异地看着我 我现在不就在骑马吗 我笑了笑 指了指走得比老奶奶还慢的马 你见过谁这样骑马的 你说的是让他骑着我跑啊 曹倩恍然大悟 可马上 他就露出了害怕的神色 可是 我会不会摔下来啊 我没骑过马呀 没事 我带你 我立马就接过了话头 曹倩愣了一下 笑着看着我 我一本正经地说道 我是这个马会俱乐部 最好的马术教练 请你相信我的专业能力 话虽这么说 我还是小心打量着曹倩的脸色 曹倩只是深深看了我一眼 就答应了下来 好呀 我也想试试 骑马是什么感觉呢 我大喜 一只脚蹬在马鞍上 一用力 人就已经跨坐在他的身后 驾 我拉着马绳 抽了一下 身下的马 立马就窜了出去 呀 曹倩惊慌地大叫一声 直接倒在了我怀里 我用另一只手 紧紧抱住曹倩的腰 贴在他耳边说道 别怕 有我在 不得不说 曹倩的身材是真的好 他这腰 让我都有些爱不失手了 马越跑越快 曹倩从一开始的惊慌 慢慢变成了兴奋 跑完一圈之后 他还意犹未尽 拉着我又带着他跑了一圈 结束后 他开心地加了我的微信 说以后常来 我一定要带他 我当然是满口答应下来 就这样 一来二去 我跟曹倩的感情迅速升温 发展成了情侣关系 在三年前 我们正式结婚了 而今天 就是我们的三周年结婚纪念日 我早早下班 准备回家 给曹倩一个惊喜 老婆 我回来了 我捧着一束玫瑰花 走进了家门 曹倩满头是汗的 从卧室里跑出来 脸色有些慌乱 老公 你今天不是说加班吗 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 老婆 你在家干嘛呢 怎么搞得浑身是汗 我上下打量着曹倩 皱了皱眉头 我刚刚打扫卫生了 曹倩回到 我呕了一声 就将玫瑰花 递给了曹倩 老婆 喜欢吗 曹倩看着手里的玫瑰花 疑惑地看着我 今天是什么日子 你怎么想起来 送我花了 今天是我们结婚 三周年纪念日啊 我对他忘记 我们结婚纪念日 有些不开心 骗你的 我怎么可能忘记 我们三周年的纪念日呢 我早就做好牛排 等你回来了 曹倩忽然笑了起来 上来亲了我一下 就转身去厨房 端出了两份牛排 我看到这一幕 宠溺地抱住他 老婆 你真好 别闹 一样 我浑身是汗呢 曹倩一把拍掉 我在做怪的手 称怪地白了我一眼 我嘿嘿一笑 凑在他身边嗅了嗅 真香 得性 曹倩失笑了起来 把牛排放在餐桌上 我也的确有点饿了 就坐在餐桌上吃牛排 但当我刚准备 切牛排的时候 却发现这牛排少了一块 老婆 这牛排被你偷吃了呀 我看着曹倩 曹倩脸色一顿 随即就不好意思地说道 刚刚干完活 有点饿 我就偷偷吃了一小口 你饿了就先吃了呀 再煎不就好了 我说了一句 大口吃这牛排 牛排有些凉了 口感没那么好 看来曹倩煎好有一段时间了 不过我还是吃完了 这都是曹倩给我准备的心意呀 老公 我们出去逛逛吧 我们吃完牛排 曹倩就拉着我的手说道 我搂着他的肩膀 低声说道 我还没吃饱呢 那我再给你做一份牛排 曹倩站起来 我一把抱住了曹倩的腰 双手缓缓婆娑向上 不吃牛排了 我吃你 猛的一个用力 我就把曹倩拦腰抱了起来 朝卧室走去 曹倩脸色一变 立马挣扎了起来 老公 我身上都黏糊糊的 还没洗澡呢 没事 我老婆怎么样都是香的 不是 那你也去洗个澡啊 不洗了 反正等下都要洗的 待会儿我们一起 我没有给曹倩 逃脱魔爪的机会 脚一勾 就带上了卧室的门 我把曹倩扔在床上 就扑了上去 即便结婚已经三年了 曹倩的身体 还是让我欲罢不能 我一连要了他两次 但让我有些奇怪的事 曹倩今天表现得有点抗拒 脸色还有些惊慌 老婆 你今天怎么了 怎么不在状态啊 我抱着曹倩 皱了皱眉 以往我们办事的时候 曹倩都很配合的 有时候还会反科为主 怎么今天这么平淡了 今天工作上有点失误 被老板骂了 曹倩趴在我胸口 昂头看着我 我愣了一下 随即就安慰他 你们老板真不是个东西 工作上的失误 都是难免的 他怎么可以骂你呢 好了 别闷闷不乐了 老公我给你讲个笑话吧 嗯 随后 我就给曹倩讲了个冷笑话 一个下雨天 乞丐顶着一个塑料袋 在路上走 吹来了一阵风 把他的塑料袋吹走了 乞丐只好躲在一个屋檐下避雨 屋里传来一对夫妻的对话 老婆 爽吗 爽得好像在天上飞 乞丐立马大喊 你们在天上飞的时候 有看到我的塑料袋吗 我讲完之后 就看着曹倩 等他笑 但是曹倩好像并没有觉得多好笑 有些无奈地看了我一眼 我挠了挠头 忽然也觉得自己这笑话有些冷 哈哈 但就在这时 我听到床底下 传来一阵戛然而止的男人的笑声 我的脸色顿时降肿 我正正地转头 看着曹倩 床底下有人 曹倩神色惊慌 立马白首 没有 老公 床底下怎么可能有人呢 我刚刚明明听到了 床底下有男人的笑声 我脸色通红 怒吼了一声 我看着曹倩的眼神 愤怒无比 曹倩 我说呢 怎么我今天一回来 你就满身是汗的 还有那牛排都冷了 是你做给他吃的吧 什么你饿了 偷偷吃了一口 我看是这个混蛋吃的吧 我对着曹倩 就是一阵怒吼 岳威 我 不等他开口解释 我就直接把他推开 妈的 你给老子出来 我趴在地上 掀起床单 脑袋往里面看了过去 但下一刻 我就懵了 人呢 我打开手机的手电筒 往床底下照了照 还是连个人影都没看到 怎么没人 这不可能啊 我刚刚明明听到了 我有些猛逼地站了起来 曹倩冷冷地看着我 岳威 你什么意思 你怀疑我偷人 还把男人带到自己家里来 我没有回答曹倩 不信邪地 把房间里所有能藏人的地方 全都给找了个遍 但结果还是没有人 曹倩就这样坐在床上 看我上蹿下跳 难道我真的听错了 我不得不怀疑 刚刚我是不是出现幻觉了 老婆 我 我看着曹倩 满脸的愧疚 别停啊 接着找啊 要不要去窗户外面看看 没准人就挂在窗户外面呢 曹倩冷笑了一声 冷冷地说了一句 我知道 曹倩现在是真生气了 我连忙认错 老婆 我错了 我不该多想 我刚刚听错了 曹倩瞪着眼睛 一直看着我 看着看着 她就哭了起来 月威 我嫁给你三年 做过什么对不起你的事吗 你现在就因为一个根本就不存在的笑声 怀疑我出轨 你的良心不会痛吗 亏我还专门给你 做了晚饭 等你回来 你就这样对我 看着她抽气 我心里更是过意不去 内疚得不行 老婆 对不起 是我混蛋 是我错了 我下次再也不会了 我一顿好言相劝 但曹倩还是没有理会我 只是一个人抱着膝盖在床上哭 我深知 自己这次是伤了曹倩的心了 就一直求着她原谅 姿态摆得很低 好不容易 她才不哭了 走开 我要去洗澡 她冷冷地说了一句 我连忙舔着脸跟了出去 老婆 我帮你 哼 月威 我告诉你 这件事 没那么容易就过去 我陪笑着点头 伺候完曹倩洗完澡 我又把她的衣服给洗了 等我刚准备回屋睡觉的时候 曹倩就扔了一床被子出来 把门给关上了 我抱着被子苦笑一声 谁让我误会曹倩了呢 我把被子扑在沙发上 看着天花板 脑子里想着 怎么才能让曹倩消气 但当我眼睛从门前玄关撇过的时候 我的眼睛就顿住了 我记得我回来的时候 鞋子明明是摆好的呀 现在怎么被踢得左一只右一只了 而且那鞋子的样子 好像是被人从里面往外走的时候踢到的 可是家里就跟曹倩两人啊 我们两个都没出去过 那会是谁 难道 我把视线转回了卧室的门上 难不成 我刚刚听到的那几声男人的笑声 并不是我的幻觉 我的眼睛迷了起来 脸色有些难看 我想进去再问曹倩一个究竟 但是我知道 我现在进去 无非又是吵一架 我没有任何证据啊 而且 我也怕我再次误会曹倩 我很爱曹倩 我相信他也要爱我 如果没有确凿的证据 我绝对不相信曹倩会出轨 但这个念头就像是一颗种子 种在了我心里 晚上 我失眠了 一夜没睡着 第二天 曹倩一大早从卧室里出来 就看到我顶着两个黑眼圈 他愣了一下 没有跟我说话 静止去厨房做早饭 我就坐在沙发上 看着曹倩在厨房忙碌的身影 他昨晚早饭吃好 就出门上班去了 临出门时 他头也不回地说了一句 饭在桌上 自己吃 我一挣 随即就笑了起来 曹倩还是爱我的 同时 我又将心底那个不该有的念头 死死压了下去 曹倩绝对不会背叛我 我不能再怀疑他了 吃完曹倩给我做的早饭 我也出门去马会俱乐部上班了 下班后 我早早地回来了 做了一大桌子丰盛的晚餐 准备给曹倩赔罪 但是我一直等到七点多 曹倩都还没回来 我忍不住给他发了条短信 老婆 你快回来了吗 很快 曹倩就给我回了一条短信 我跟老板陪客户去骑马了 晚点回来 看着短信 我皱起了眉头 这个点 去陪客户骑马 我看着外面漆黑的天 陷入了沉思 不过 我们马会俱乐部 晚上也的确是有开门 晚上去的人虽然少 但也不是没有 我迟疑了一会 就给我在马会俱乐部的同事 打了一个电话过去 威哥 怎么了 祥子 你嫂子今天晚上去陪客户骑马 你多照看着点 小心别让他摔了 啊 嫂子来我们马会了 行嘞 威哥你就放心吧 我嫂子那技术 都快赶上我了 摔不了 让你看着就看着 怎么那么多话呢 我美好气地骂了一声 祥子忽然 嘿嘿 一笑 就说道 威哥 你是不是担心 嫂子在外面 你放心吧 我一定好好给你盯着 说完 祥子不等我骂他 就率先挂断了电话 这小子 我摇了摇头 把手机扔在了桌上 过了十来分钟 祥子就打电话过来了 怎么了 祥子 你嫂子出什么事了吗 我立马接起电话 有些着急地问道 威哥 我没看到嫂子 我还去查了入场记录 晚上嫂子没来我们马会啊 是不是她去别的马会了 祥子的话 让我呆住了 曹倩没去马会 她跟老板去陪客户骑马 怎么可能不去我那个马会 自从我跟曹倩结婚之后 她但凡是陪客户去骑马 都会去我马会 无一例外 难不成 曹倩晚上压根就没有陪客户去骑马 我的手缓缓握紧了起来 哥 你在听吗 我回过神来 说了句 我在听 没事了 哥 你别多想 我嫂子兴许就是去别的马会了 祥子劝慰了我一句 她不说还好 她这一说 我就越觉得曹倩今天晚上有问题了 我一个人在家里等到了十一点 曹倩都还没回来 我又给她打来的电话 老婆 怎么还没回来 这都十一点了 我的语气有些不好 曹倩对了一句 月威 你不会又以为我去出轨了吧 没有没有 我不是这一次 我只是担心你的安全 我努力压抑着情绪 已经在路上了 十分钟就到了 她挂断了电话 我看着手机 心情很烦闷 拿了包烟 就走出门 在楼道里抽着 要不要在这里来一发 我听到楼下传来一个男生 笑了一下 这哥们性质还挺好 这楼道人来人往的 也想来一发 别闹 她就在楼上了 但当我听到女人的声音的时候 我瞪大了眼睛 烟都掉在了地上 曹倩 这个声音 我熟得不能再熟了 我浑身颤抖着 脸色一阵变换 那不是更刺激吗 那男人低声说了一句 你还说 昨晚你一笑 差点就被发现了 哈哈 你昨天让她检查窗户 就不怕她真的去看了呀 我可就在窗户外挂着呢 倩 我太了解她了 听着楼下 两人不堪入耳的话 我彻底怒了 我这顶绿帽子 是戴得死死的了 妈的 我嘀吼一声 就朝楼下冲了下去 似乎是听到了我的动静 楼下立马就响起了 慌乱的脚步声 我冲下去的时候 只看到电梯合拢 一个男人的背影 挡在电梯口 等我跑过去 想卡住电梯门的时候 已经来不及了 我黑着脸 立马钻进了另一部电梯 等我下到一楼的时候 一辆车从我面前冲了出去 操 我骂了一声 立马去开自己的车去追 但是我奇迹很好 车技就有点一般了 没一会儿 那辆车就开门一会儿 我狠狠砸了几下方向盘 撒了一通火之后 才开车回了家 在我刚开门进家门的时候 曹倩就站在我面前 脸色不悦地说道 你去哪了 手机也不带 我看着曹倩 眯着眼睛直勾勾看着他 曹倩被我看得有些不自在 你这样看着我干嘛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我问道 刚回来一会儿啊 曹倩皱起了眉头 你刚才去哪了 烟没了 刚去买了包烟 我垂着眼睛 说道 少抽点烟 对身体不好 曹倩蹲下身 给我把鞋子脱了 看着他一如既往贤惠的模样 我就不自觉地想笑 嘲笑 刚刚还在楼下跟眼男人轻轻握握 现在就跟没事人一样 曹倩 这么多年了 没看出来啊 你挺会装的 我心里不断地呐喊着 脸上却保持着平静 曹倩 你等着 我一定抓到你出轨的证据 到时候 我看你怎么说 心里有了打算 我很快就行动了起来 我找了我一个搞技术的朋友 偷偷给曹倩的手机 安装了定位软件 还专门请了几天假 去跟踪曹倩的一举一动 但是一连几天下来 曹倩的举动都很正常 不是在公司上班 一上一整天 就是跟着他老板 一起出去谈客户 难道是上次 他差点被我发现 曹倩现在警觉了 我有些傲懋 当时不应该那么杂杂乎乎的 桌奸必须要抓现场才行啊 老公 我今天晚上去骑马了 晚点回去 我手机忽然收到 曹倩发过来的一条短信 我看着手机上的短信 又看着刚刚跟他老板 走进办公楼的曹倩 牙齿咬得嘎嘎直想 骑马 我今天倒要看看 你骑的到底是什么马 我在他公司门外等了没多久 就看到他坐在他老板的 副驾驶位上出来了 我眼睛顿时就瞪了起来 难道 那个肩夫就是他老板 我从来就没有怀疑过曹倩的老板 就算是他 几乎每天都是跟他老板 进进出出的 我愣是没怀疑过 因为曹倩曾经跟我说过 他老板是个gay 而且还是一个极致的灵 我恨不得狠狠给我自己一个巴掌 如果是以前也就算了 但现在曹倩都他妈出轨了 我怎么还信他曾经说过的鬼话 要是他是骗我的 他老板不是gay 那他们天天腻在一起 能没有鬼 关键是 他们俩现在还一起出去了 操啊 我感觉自己就是个傻逼 让曹倩耍得团团转 我开车跟了上去 有些意外的是 他们居然真的开车去了我工作的马会 我眯着眼 等他们进去之后 我才进去 威哥 响子正好在门口准备下班 看到我来了 立马就打了声招呼 我连忙捂住他的嘴 威哥 怎么了 响子不明所以 捉奸 我恶狠狠地说了一句 响子一愣 随即就难以置信地看着我 你说嫂子他 他现在人在哪里 我问着响子 响子指了指更衣间的位置 刚去换衣服了 我二话不说 就走向了更衣间 刚走到更衣间门口 我就听到里面曹倩的声音了 哎呀 不要摸这脸 很敏感的好不好 我心里的怒火 蹭得一下就涌上来 气得一脚 踹开了更衣室的门 曹倩 我踹开更衣室的门 怒视着里面的狗男女 可是 当更衣室里面的景象 落入我眼里的时候 我傻眼了 啊 一个赤裸着上半身的女人 大声尖叫了起来 是她 我认识她 她是曹倩的闺蜜 叫张杰 之前一起跟曹倩来过马会几次 她的手按在曹倩的胸上 看到我破门而入 先是震了一下 随后 就捂着自己的胸口叫喊 岳威 你干什么 曹倩愤怒地看着我 我 我 我支吾着 说不出话来 我总不能说我来抓奸的吧 我看着张杰的身子 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为什么会是张杰 曹倩的老板 哪里去了 你还看 快给我滚出去 曹倩看我还盯着她闺蜜看 气得甩了我一巴掌 我被曹倩打醒 嘴里连说着 对不起 退了出去 威哥 这怎么回事啊 你不是说来抓奸的吗 怎么是两个女的 翔子凑到我身边 低声问道 我没有说话 我他妈还想知道呢 翔子 你去调一下监控 看看你嫂子老板在哪 我对翔子吩咐了一声 翔子一正 随即就点头去办了 岳威 你到底想干什么 曹倩和张杰穿好衣服 走出了更衣室 曹倩的脸上满是怒火 张杰则是低着头 不敢看我 老婆 我以为你 你以为什么你以为 你是不是以为 我跟某个野男人 在更衣室里面乱搞啊 曹倩愤怒地打断了我 我低下了脑袋 不敢反驳 我都说了 我来骑马 我来骑马 你倒好 不仅不信 还闯更衣室 张杰都被你看光了 曹倩指着我的鼻子大骂 我也知道自己 这时候理亏 好了 倩倩 岳威也不是故意的 张杰张嘴 拉了拉曹倩的胳膊 曹倩怒气未消 恶狠狠地看着我 我歉意地 跟张杰道了个歉 张杰冲曹倩挪挪了嘴 我立马会议 就要上前去 跟他说好话 但曹倩拉着张杰就走了 我烦闷地抽起了烟 不应该啊 为什么是张杰跟曹倩 在更衣室里面 难道真的是我想多了 刚才曹倩在更衣室里说的 不要摸哪里 很敏感 的话 是指让张杰不要摸他的胸 我一根烟接着一根烟抽着 翔子也给我打了个电话 哥 我看到嫂子老板了 他在哪 我连忙问道 他 喂哥 你还是自己来监控室看一下吧 翔子支支吾吾的 让我亲自走一趟 我眯着眼睛 心里有股不好的预感 我立马走去了监控室 到底什么事 到了监控室 我直接追问着翔子 翔子指了指监控屏幕 让我自己看 我立马看向了监控屏幕 就是一愣 他们怎么在一起了 监控画面里 曹倩和他老板中处 还有张杰三个人 在马场的一个角落里 有说有笑 那里已经是我们马会 比较偏僻的地方了 本来是没有监控的 只是之前有段时间 老是有人偷从那里 跑进来逃票 俱乐部就在那安装了监控 没想到 现在还真拍上用场了 忽然 我重重拍在了桌子上 翔子吓了一跳 我眼睛死死地盯着监控 翔子也看了过来 监控里 中处此刻正伸手 将曹倩和张杰 一左一右搂在了怀里 卧槽 翔子怪叫了一声 随后就有些担忧地看着我 翔子 这监控有没有声音 我嗓子眼里 都快冒出火来了 有 有 翔子看我这种状态 立马就把监控的声音给打开了 楚歌 还是你聪明啊 提前让张杰过来 故意在更衣室里 让岳薇发现 让他以为是自己误会了 曹倩趴在中处的胸前 笑意也如花 中处拍了拍他的屁股 一脸得意 张杰疑惑地看着中处 可是楚歌 你是怎么知道 岳薇今天跟来了 中处淡淡笑道 那傻逼 跟踪人是他那样跟踪的吗 我一早就发现他了 说着 他就有些愤愤不平 妈的 这还都拜那母老虎所赐 不然 我也不会练了 这一手反跟踪的技能 曹倩和张杰齐齐笑了起来 好啊 你们两个骚伙敢笑话吗 中处狠狠揉捏着 曹倩和张杰的屁股 看来 这次得两匹马一起骑才行啊 中处淫荡地笑了起来 哎呀 楚歌你讨厌 张杰娇笑地拍了一下 中处的肩膀 中处呵呵一笑 他们三人 就在监控下玩闹了起来 我看着监控 已经升起来杀人的心了 我没想到 曹倩跟他这个闺蜜 居然都跟中处搞在一起了 这算什么 买一送一 哥 你 翔子有点担心我 我深吸了一口气 我没事 监控下 不堪入目地打闹过后 曹倩开口问着中处 楚歌 我什么时候跟月威离婚啊 是啊 楚歌 你之前可是答应过我们的 要把那个母老虎踹了 张杰也在一旁说道 中处搂着两人 一人亲了一嘴 快了快了 再给我一个月时间 财产转移我就做好了 到时候 我就踹了那母老虎 你们两个就跟着我吃香的喝辣的吧 真的 曹倩和张杰 兴奋地看着中处 中处点头 曹倩 等我踹了母老虎 你就月威那傻逼离婚 当时要不是那母老虎 对你起疑了 我也不会让你 匆匆嫁给月威那傻逼 这几年算是便宜他了 哎呀 楚歌 人家跟他上床的时候 想的可都是你呢 曹倩在中处身上蹭了起来 哈哈 中处得意地大笑 咔嚓 我一拳砸在了监控屏幕上 屏幕变成了一片雪花 霍霍霍霍 我喉咙里 发出一阵阵愤怒的嘀吼 原来从一开始 我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傻逼 哥 哥你没事吧 翔子连忙看着我 我缓了好久 才缓过进来 翔子 把监控考给我 我硬着脸 眼里满是恨意 曹倩 中处 这都是你们自找的 我拿着翔子考好的视频 离开了马会 第二天 我就把视频交给了中处的老婆 要不是这次的事情 我还不知道 中处还有个老婆 而且她的那个公司 是她老婆资助她开的 中处的老婆 不仅长得凶悍 做事也凶悍 在看了视频之后 直接就把中处扫地出门了 中处身败名裂 我也跟曹倩离婚了 是恶心的女人 多看一眼 我都受不了 更让我恶心的是 她竟然还想跟我分财产 我直接把她出轨的事情 告诉了律师 要她净身出户 中处的老婆 也要对付曹倩跟张杰 这两个贱人 直接让人在网上 搞臭了他们两个 曹倩和张杰 没脸再在这个城市待下去 灰溜溜地离开了 彻底销声匿迹 全文完 全文完